千年之前 梁柱细腻地呈现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唯美爱情 出身富裕家庭的柱英台 不顾传统社会对女子的不平等待遇和束缚 争取到与男孩子一同读书受教育的机会 继而挑战长期以来门当户对的观念 为自己争取婚姻自由 然而 保守的年代却硬生生地拆散了这对恋人 方圆剧场原创舞台剧《梁柱三世情》 带着梁柱穿越前世今生来到2014年 梁柱三世情超越通俗剧的范畴 它细腻地讲述了男女之间的凄美爱情 本街的天下纵横谈 有幸邀请到方圆剧场艺术总监张元高 演员依皇以及剧中导演李天一 和我们一起分享梁柱三世情的台前幕后 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天下纵横谈 我是沈玲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流传久远 不过每一次当梁山伯与祝英台重新上演的时候 总是能够造成回响 今天在天下纵横谈里面 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2014年梁柱三世情的演员 以及导演来到天下纵横谈和我们一起谈一谈2014的梁柱三世情 首先为各位介绍的是张元高张导演 主持人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我是张元高负责这次的导演任务 是 您好 接着呢要介绍的是我们这次的女主角 也就是祝英台我们的一谎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叫Yvonne一谎 那是饰演梁柱三世情里面的古装部分的祝英台 一谎您好 接着呢要介绍的是剧中的导演 也是另外一位导演 就是李天忆李导演 领导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演这部梁柱三世情剧中剧 剧里面的导演 谢谢 今天像山伯与祝英台 还有对很多其实像60或70年后的年代的人来说 也许是一个曾经听过 或者是有曾经看过的一个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 可是对80后90后来说 可能对这个故事完全不了解 甚至不知道梁山伯与祝英台到底是谁 张导您这个科班出身的导演 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 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我首先要郑重地宣布 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是真人真事的故事 因为网上真的有很多的传言 我想除了这两个蝴蝶以外 是比较神话性的话 其他真人真事有这么回事 既然是真人真事 那他就有前世今生来世的可能性 所以大家一般来讲 大家只看到的是当时的 当时的那个大概是一千多年前吧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 就是两个人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 梁山伯与祝英台 他們两个在人海茫茫之中 就彼此多看了你一眼 从此留下了 歌词都出来了 从此就留下了 留下了这个 不灭的印象 对 那梁山伯这个知情旱 就在 就在 爱上了古典美的 就在开封的黄河边口 吃吃的等着朱英台 希望他能够再度出现 等了四天四夜 天上飘着雪 结果活活的被冻死 所以第一前世呢 他们是以 还没有开始就结束的一个故事 所以其实是不是每一世 都是这样的转变而来 都是一个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呢 长大 都是没有办法作为结合 一直到最后的最新这个故事的版本 两个是化成碟之后才有办法在一起 所以当我准备要把这个 梁山伯住一台 大家都知道1963年 李翰祥拍了梁山伯住一台轰动全世界 全世界 而且华为调变成我们的国歌一样的 对不对 大家都狼狼上口 但是呢我就有一点没有 非常的纳闷 到现在还搞不清楚 为什么当时要用林波来反串 梁山伯 我百事不解 所以我在排梁山伯住一台的时候 我的心中的构想的梁山伯的角色 我本来是要找金城武或者是 来配我们的古典美女才配得上 好演艺名啊 是本来是要找金城武来演 对对对 非常了解 没有金城武至少来个周杰伦嘛 对对对 至少嘛 至少这个男女谈一起恋爱才过瘾嘛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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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 对对对对对吗 那我在設计的时候 整个卡丝就敲定了 也开始排了 阿哈 金城武打电话给你吗 心中暗爽啊 我心中暗爽啊 以我们当时的这种卡式来讲 我们可以胜过50年前 那个林波这个对不对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怎么了 排了一半 演那个男主角梁三博 跑去拍电影去了 所以金城武还是周杰伦 跑去拍电影了 这个我不讲了 这个不能讲 不能讲说谁了 反正他跑去拍电影 拍拍屁股走人了 戏拍到一半 那这下子 闹空包啊 简直是 我那个时候才真正感受到 无常的什么意思 人生无常 是啊 我那个时候才真正感受到 什么叫人生无常 对 心灰意烂 这个不得了了 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还好我们有个救星出现 就是我们的 梁三博 不是 我们的编剧 编剧他说 既然我写这个剧本 对不对 那我就来演 我可以马上进入状况 对不对 OK 我们说好吧 那你就来试试看 他一排 哎呀不得了了 这人戏合一 这个 天作之合 真是 这可不融入到这个角色里头 你也搞不清楚 他是在作戏还是真的 哦 所以他戏里跟戏外的人 都已经合而为一了 都已经合而为一了 演得 称职的不得了 那 被每个人 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 这就是梁三博住英台的来势嘛 现身嘛 哦 OK 所以其实就算是人算 其实也不能算是天算啦 如果你就是想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计划好 安排好 突然有一个变化 其实老天都已经帮你把这件事情安排好了 那就排得很好 就是排得很好 但是呢 问题又出现了 他假戏真作 爱上了我们的祝英台 岂可当真 对 但更文 更大的 更大不得了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的编剧是个女的 所以 所以女女就谈上恋爱了 谈上恋爱了 真的把一千多年前的故事 搬到现金版来 因为现在的男男恋女女恋 是非常开放的 非常公开的 我们就变成一个女女恋的梁三博住英台 而且又回到林波 热帝的那个时代 对不对 想要回避都不能 我后来想 那就是宿命嘛 对 就是梁三博的宿命嘛 对不对 就是要这样的一直的爱下去 是 刚才你也提到了 从1963年那个时候开始是 李导演 把梁三博跟住英台这一出戏 从完全没有画面开始搬到大萤幕上 然后又把它变成黄霉调了 这一次由一黄来诠释住英台 可以被自己跟之前的这个住英台 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其实我是既兴奋又紧张 因为我从小就是学金剧的 那金剧跟黄霉调呢 完全是Totalist不一样 虽然都是属于要有练过的 就是练家子才会唱 那而且在这一次是 我第一次尝试舞台剧 OK 那舞台剧跟我以前演的电视连续剧 是完全不一样的 舞台剧是要面对现场的观众 然后一气呵成 那电视台的话我们可以说 演得不好NG我们从来 所以对我来讲呢 有一点点小小的压力 但是我觉得也是挺有挑战的 那你们知道就是金剧 我们通常都是用丹田 对 小时候 我记得是12岁的时候 我们就要起来吊嗓子 早上都要起来吊嗓子 金剧必须的 是的 那金剧的唱法是这种 那种的 跟黄霉调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黄霉调是那种 往里走的 其实听得出来 你的声音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对 一个是比较高的 一个是比较低的 一个是比较外面的 一个是比较里面的 那这样在唱功上面 这么的不一样 那跟唱流行歌曲又不一样 怎么样有办法换来换去呢 所以有时候自己会困难 所以有时候我唱一唱 黄霉调怎么会变成 有点金剧的感觉呢 所以导演就讲了 这个有点融合的感觉 又特别的有 有不一样的感觉 就等于从 其实从1963年拉到现在来 所以完全不是1963年的东西 是2014年的 这个融合了现代 以及过去的 这样的一个结合 在这次表演上面 应该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是的 所以就我们就是 所谓的现代版的梁柱这样子 当然了 那还有我们最后一位 这就是在导演 剧里面中的导演 并不是这位张导 这位李天一李导演 李导演 请问您在剧里面 怎么还需要另外一位导演呢 难道是这位张导不太称职吗 没有做到导演的工作吗 为什么需要还要在剧里面 还要另外一位导演 不是的 因为我们这部剧的故事 讲的是一部话剧社里面 发生的事情 我们知道观众朋友 对话剧社里面发生的事情 一定都非常有兴趣 对 这个故事是说 这个话剧社呢 在排一部话剧 这部话剧叫做 梁三伯与注音台 那么我是这部话剧社里面的导演 所以我要告诉这些演员 怎么样演好 梁三伯与注音台这部戏 OK 所以我是剧中剧 剧里面的导演 所以您演的角色是导演 对不对 所以那这一部剧呢 它的名字也比较不太一样 它叫做梁助三世情 它总共是轮回转换了三世 一直到2014这一年来 然后到这一年 在班上舞台的 其实是一出话剧社 想要演的话剧 所以坐在台下的观众 可以看得到 原来话剧社要排的戏剧 是梁三伯与注音台 可是at the same time 又可以看得到 梁三伯与注音台 之前的这些经典的画面 是这样子吗 是我的诠释是对的吗 是有点混乱大家 有一点点混乱 对 就简单来讲 我们本来就是演一部正统的 50年前的这个梁三伯 注音台的故事 但是在台演的过程中 牵涉到了前世出现 牵涉到了来世也出现 OK 所以才会把这个三世情 对于前世今生跟后世 串联在一起 我们为了要观众知道 谁是前世谁是这个金生 所以我们在前世的时候 演员 比如说梁三伯与注音台 都有两个人来演同一个角色 所以你才可以分得出来 什么是前世什么是金生 所以前世的人大部分 90%是他穿的是戏服 OK 所以这样子观众才不会被他语练 他唱的是黄梅调 OK 那演金生的梁三伯与注音台 他通常是在平常日常生活中 排演的过程中 穿的是便服 是跟我们一样穿的衣服 穿的便服 讲的是普通话 讲的是普通话 所以让观众知道 这个是前世出现了 这个是金生出现了 但是呢 当他做一个决定 当梁三伯与注音台 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前世会影响到金生的决定 他说千年之间 我们的约定是什么 我们是约定 我没有跟他跟你在一起 我以一死了之来解决 我好不容易等了一千年以后 我们再度相逢了 我不能够放过你了 好千万不要再往下假下去了 因为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我们的广告之后呢 再来告诉你 其实他的前世 如何影响到了金生的决定 而金生的决定 又会有什么不一样 天下综合谈 我们马上回来